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汉字喜的左边像三滴水 这里像刚拧干的毛巾 这里是挂毛巾的架子 这里是正在流水的水龙头 这里是一个盆 下面是放盆子的支架 好 怎么样 很有趣吧 我现在要洗衣服咯 洗衣服就是用水把衣服上的脏东西洗掉 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加点洗衣粉 或者洗衣液 这样搓一搓会洗得更干净 看 是不是很干净呢 这里还有好多脏衣服要洗呢 我可以用洗衣机帮我洗衣服呀 洗衣机要开始工作了 对了 小朋友 你知道正确的洗手方法吗 我来教你 先洗洗洗手心 还有手背 然后攥紧拳头搓一搓手指 记得大拇指也要这样转一转哦 洗完手腕就完成洗手的步骤了 最后记得用水把手上的泡沫冲干净哦 这样手就洗好了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习了洗这个字 洗可以组成词语 洗衣服 洗手 我们要学会自己洗衣服 还要每天勤洗手哦 拜拜